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 进行的是每周六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钟 辅导你家节目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 都会来跟大家分享人世间各式各样不同的议题 以及困扰 我们中国人或说东方人 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 就是我们有很谦虚的文化 在美国或是比较西方的国家 经常会表达自己的自信 或者是表达自己的优势优点 那在东方文化当中 我们比较多是隐藏自己 尽量的让大家都看不到我最好 然后呢 用小我去完成大我 完成集体的利益 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特别的突出 特别的独立 大家就会觉得他好奇怪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文化上面蛮大的差异 但这个文化没有好或不好 只是说呢 当我们在这个过度谦虚的时候啊 有时候就会造成一些影响 那这个影响呢 有一个可能就是过度的谦虚而导致的自卑 我身边的确就有这个朋友 有朋友是这样子 明明他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 可是呢 他就常说 我其实觉得我没什么 我很多的成功都是靠运气 但是在旁人看来 他就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所以呢 这个当我们说出来的话跟实际上心理想的是不同的 到底会不会带来哪些影响 那我们经常会在跟人碰面的时候会说一些客套话 那这些客套话呢 可能就是我们会很习惯的用贬义自己 或是贬义自己身边的所有的人 去凸显对方的好 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好的呢 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呢 也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顺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蔡宇好 几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导师我们这个心口合一 为什么要心口合一呢 它有这个这么样的重要吗 我讲个例子 你就会知道说有多重要 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钞票 对 没错 对啊 但是有多少人说 啊 钱我很不在乎 我看得很淡 然后就觉得 哎呀 我因为我很操然 所以哎 那个东西 我看得很淡 但是可能非常需要钱 对 是不是 对 那你实际的生活 跟你的奖 和你心中所祈求 是不是多点钱来解围 哎 刚好都相反的 嗯 那事实上 正负得负嘛 你的想法 心跟口 两个不是同一致的 那就导致了后面的分歧 所以有很多人 人一辈子在追求钱 但是他一辈子也讲着 钱不是万能 嗯 那就这么样子的 一辈子过了 还是苦哈哈的 对 那要怪谁呢 可能要怪 心口不合一 嗯 然后 真的痛苦出来了 那就是心事谁人知 呵呵 所以有的时候 哦 你说心口要不要合一呢 那我想这种议题 我们听到会有人听到 应该每个人 每个人的想法 嗯 那也有人说 我现实的环境 我心口怎么合一呢 我合一的话 我就不用干了 哈哈哈哈 还有他的理由 嗯 没错 对不对 嗯 那这个东西呢 可能牵涉的层面很广 那综合了那么多人的 情神经历 所产生这个结果的 后面的一个 真正结论 人呢 还是心口合一 对自己带来的 未来 或者是 运气 或者是财富 应该是 比较正面的 嗯 那心口不合一呢 往往 弄到最后 都是输家 连自己的面相 可能都输掉了 嗯 因为呢 面有心照 有些人一看上去 觉得 哎 好像很假 嗯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经常表现出来 都是心口不合一 那渐渐的 这种磁场的 塑造 应让自己 哎 让他人看到自己是如此的 像 心口不合一 嗯 那这也是自己的一个损失 对不对 嗯 所以这里面影响 其实是蛮深蛮远的 嗯 嗯 不过刚刚 其实像 导师说的 呃 很多人会说 哎 我如果心口合一的话 我在职场上就跟老板对干了 哦 就是 可能会 工作范围就不保了 我们先不要讲这个 呃 我们先从这个家里面来说 哦 家里面应该是一个比较相对容易可以解决的 呃 一个场域哦 我们说这个家庭当中跟夫妻之间的关系 老婆最喜欢问先生什么呢 就是我今天好看吗 这件衣服漂亮吗 哈哈哈哈 很多先生说如果我这个时候心口合一 我就完蛋了 哈哈哈哈 好 所以这个像这种 这么小的这种芝麻绿豆大的问题 那这样子先生们要怎么回答呢 或是反过来老婆们要怎么回答呢 这里可能就牵涉到表达 啊 说话了 哦 你说心口合不合一 跟你说讲话是一门艺术 这里面倒是蛮 蛮有趣的 应该要想想这里面的关联性 你比如说刚刚小雨 提到老婆问老公 我今天这样穿漂亮吗 如果不会说话的人 就跟老婆说 哎 穿这样真是让我丢脸 哈哈哈 老婆听了绝对不舒服 对不对 那你说 这个家里面听人这样子的话 可能就很难 大家都是赢家了 对 那先生如果说 那我要心口合一啊 那我又不知道怎么说 那我要怎么表达呢 嗯 那可能里面 是不是有一些讲话的艺术啊 说哎 老婆 可能在 一个什么样的方面 我们 可以 再去 看看啊 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我们 呃 听购啊 哦 让自己 哇 可以有自信啊 你可能穿这样会更漂亮啊 对不对 哦 这样子一讲 那他一听 好像也不是在指责他 也不是说他不好 就是一辅不够用而已 对不对 哦 对 所以听起来 哦 这个就有差别了 嗯 那这边讲的哦 就是说心口不合一 导致后面的一些后遗症呢 可能在事实上的运转中 嗯 他就不能这么做 但他却这么做 而让对方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损失 那也许就让自己和这个对方之间呢 产生一个你说是心里的疙瘩 或者是失职的损失 嗯 嗯 怎么样的遗憾 哦 那都有可能 那在我们心中可能就 有着怎么样的一个记忆点 哦 或者是对方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对应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嗯 那久而久之呢 那都在这样的一个能量场里呢 那前面可能讲了两次三次 这心口不合一呢 嗯 可能自己还没有太大的意识到 这里面对我们带来损失 嗯 诶 渐渐的渐渐的 好像习以为常了 有没有 嗯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反应呢 竟然是依据这个心口不合一 假象里面的答案 嗯 在进行 嗯 诶 有时候会发现 我怎么会当初是这样子的决定 想来想去 对啊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那我怎么会这样决定呢 对真假 真假 有时候 假的变真了 嗯 真的变假了 嗯 不好的事情变真实了 嗯 那本来应该是好事的 因为心口不合一呢 变坏事了 这种例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应该也是 可以留意一下的话 多少有一些这样子的议题发生 嗯 那对当事者来讲 对他的家庭来讲 那应该都是损失 那 这个 在进行的过程中 每个人都不认为有错了 嗯 一段时间之后 啊 根深蒂固到什么样的程度 影响到自己有多深 或带来的这个巨大的伤害 损失有多大 在刚开始之前呢 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嗯 但就像滚雪球一样 滚着滚着滚着 然后自己可能就受害了 嗯 但是 人往往都是指责别人的多 哦 对 那 我举个例子 今天 也许想换个工作 对不对 嗯 去一个新的公司 啊 这个面谈 老板一看到你就知道 你是一个心口不合一的人 他就不用你 嗯 那你老是觉得 哎呀 为什么我这么样的 有才啊 或者是有学历啊 为什么我老是去找工作 没有找到 是不是 信息就下降了 嗯 嗯 那这里面会不会产生 其他的问题呢 不知道 那有没有这种隐忧呢 有 嗯 那问题的源头出来哪里呢 出在心口不合一 导致一切已成一个 可能的局 所以在他的际遇上 可能就带来某种的损失 那这些损失 对当事者来讲 他意识或没意识到 都是损失 嗯 那你说 他的心口不合一 到底是为他自己赚到了呢 还是 好 有很大的一段 不应该怎么这么样的进行 而导致后面带来的痛苦 嗯 那这些来讲的话 应该是 在各种层面上 我们来做一个综合性的剖析 才知道 竟然心口不合一 为我们带来的影响 是如此的深 嗯 所以我们不得不小心 嗯 真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心口不合一呢 刚说 哎 老板可能看到个心口不合一的人 就不用了 可是我觉得人很奇妙的是 我们常常有很大的盲点 看不见自己心口不合一 展现出来的行为 或是带给人的感受是什么 嗯 在这个心口不合一当中呢 也特别讲到就是说 我们说 我们刚才没有提到 就是中华文化 常常都很谦虚的说 啊 我自己没什么 我没什么 我没什么 我就是运气而已 啊 我其实很懒惰啊 其实我都没有念书 但是 其实这个 这样的人呢 其实这样的人蛮多的耶 而且 啊 笑语 对 笑语刚刚刚提到这个例子啊 嗯 那如果一个人 他就去 找新的工作面谈 然后老板问他说 你应该是很优秀吧 这之前有这么好的经历 啊 没有没有 我这都是 这个 运气运气 下忙 嗯 嗯 嗯 运气运气 嗯 那你说是不是就可能 老板听了就觉得 有 怎么会自己这样讲自己 嗯 运气可能 反正好好的就被自己搞坏了 对不对 哦 真的 这就是损失咯 嗯 真的 而且也会 也会对自信心 造成一些损失吧 有的时候就是 在 在可能心口不合一 本来是一点点 嗯 但不知道后面竟然给自己带来这么巨大的损失 或者是担忧 或者是怎么样的意外 哦 原先认为自己明明可以上这样一个好的工作 不然是自己的学历啊 经历啊 那 这个习惯嘛 嗯 心口不合一 你说 啊 自己的努力 啊 因为太谦虚了 不合一 所以就说哎呀都是瞎忙啊 瞎碰的 对 呃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嗯 这样子 等到你真的要面对 好 这个老板问题的时候 因为平常说久了 完全不经过大脑 就脱口而出了 后面才知道自己说错了 哦 那就已经造成损失了 对 对 对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指标了 我们只是举很小的一个例子 那他会为我们带来后面很多问题的产生 就不得不小心 嗯 真的 所以好好的了解自己到底说了什么 或是心里在想什么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们常都会依据别人的期待 或者是一些文化的影响来做直觉式的反应 像刚刚老师说没有经过大脑就直接脱口而出了 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哦 后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 那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当中呢 我们也就谈的就是说 在这个系统里面有很多人的生命改变 其中一个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把人生的逻辑给搞清楚了 那么在这我们先稍作休息 待下段回来之后 我们来跟大家聊聊 到底是心影响了口呢 还是口影响了心呢 我们过去常会说的 啊 祝你心想事成 这个心想事成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在这里先稍作休息 如果大家对于超级生命密码有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朋友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这个电话记下来 台北电话零二五五九九五四三九 台北电话零二五五九九五四三九 在这里我们先来稍作休息 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由太阳春的老师作词作曲的歌曲 《际遇》 再回到节目当中 Zither Harp 情深重重寄予感出声 虽然从小凡事都认真 到头来的尘就尚未心疼 直到桥与太阳成就着 默默已在品味寄予人生 感恩这种难的重生 曾经的藏我都已相继成真 今生与太阳的因缘是 任什么相信就成真 愿命离我可定就会认真 人生啊 相遇是缘分 好坏皆能皆太阳 生一阳 愿生千万回生活生 几云与风 再养真 幸福的门 再富永生 永生 比我们每一周 每一周 都成真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欢迎回来 震生台北条平台 FM104.1 进行的是 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 辅导你家节目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都会跟大家来分享 人世间各式各样不同的烦恼 或者是议题 那么在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这个心口合一这件事情 我们说呢 如果心口不合一 在前一段当中 我们已经提到了 它会为我们的生命 带来很多无形跟有形的一些影响 这个所谓的无形呢 就是说 包括自我的信心 还有我们的运势 运气 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那这个有形呢 可能就包括 像是我们跟人际关系上面 可能就会有一些 不圆满 或是我们在工作当中 可能就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心口要合一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 到底是心影响了口 还是口影响了心呢 我们如果要想要改变 要从心来着手 还是先从口来着手呢 在今天的聊天当中 我们也再次同样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孝宇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导师 所以这个到底是心影响口 还是口影响了心呢 孝宇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是寄生蛋蛋生机吧 那到底是寄生蛋蛋生机呢 那这边我就要讲 好像听起来很难分辨 到底是心影响口 还是口影响心 那我要特别讲 我们讲身心灵 就是一个人 他完整的发展 应该是身心灵三者的聚合 那如果是三者 他不聚合呢 就有可能产生心口不合一 因为他没有在同一个页面上 同时在成长中 在相聚合在一起 那我经常在讲啊 身心灵里面 心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心所下去的定义 看法 各方面的对应决定 它会影响到其他相对应的 在身心灵里面的这些部分 就会产生所谓的结果出来 所以你说是心影响口 还是口影响心 归根究底来看 是心影响口 那些人就会说 哎呀我是直藏者 我没办法藏不住 所以劈啪地讲出来 对 那讲出来了 又发现自己讲错了 因为心不是这么想 所以他就觉得是口影响心 其实不然 因为你口会这么说 是你的心曾经已经认定了 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的反射动作 是这样子可能的这个 呃伪装啊 或者是保护自己啊 他已经定好在那院 为了伪装 为了保护自己 所以你要这样做 那口呢 他只是一个执行单位 那随着这个 等于设定好的 这样一个前提 所以遇到问题 他碰一下就出来了 嗯 他觉得这样子是一个保护 啊 或者是一个预防 可能心口合一 讲出来太真了 等一下就可能产生问题了 对 而这个设定设错了 就失之好理 差之千里 后面呢 会影响到我们的各个层面 身心灵都会被影响到 所以要非常非常小心 嗯 真的 但是呃 刚刚说这个心非常重要嘛 我们先就先以这个金钱来说好了 我觉得刚刚老师的这个 比喻非常的贴切 也非常能够直接的了解 就是很多人说 哎 我们我把金钱视为分土 哦 果然他的生活当中 就呃 金钱运就很差 好 可能这个生活都会有点拮据 或是手头很紧的感觉哦 可能就是这个 他真的是打从心里 就觉得我就是 视金钱为分土 但是没有想到为自己的现实生活 带来蛮大的影响 像这样子的这种心理的定毛 哦 要怎么样去改变 就如果说有一天他 希望说 哎 他至少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 他可以手头不要这么紧 那 导师会建议像这样的朋友 怎么样去改变 哦 他们的这种情况呢 我举个例子哦 嗯 就像有些人 他看到 他的朋友也好 或者社会上哦 呃 可能 一吃吃的就是鱼翅啊 燕窝的 嗯 那 这个人呢 他看的心动不是滋味 那跟别的朋友在聊的时候 他他可能就自己 冷嘲热讽自己了 就说哎呀 我命苦啦 哎呀 你们那种啊 我是这辈子都不可能遇到啦 嗯 啊什么什么 就数落自己 对 用另外一种发泄的方式 哦 怎么样怎么样 没错 结果呢 他的真实人生呢 就一直将命苦下去 哦 那你说 对 那你说他难道 他不想吃鱼翅 不想吃什么吗 嗯 那好像又不是 嗯 对不对 对 那 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以为这样讲 很帅 对不对 哈哈哈哈 好像 对不对 很洒脱 但是 他为我们带来 后面的后遗症 自己要先弄清楚 再来说 嗯 还不吃 嗯 不要这一辈子 就是被这样子的 一种反射的动作 害死了一辈子 哦 的自己 对 那我想 这个就是自己的损失 所以刚刚笑语说 要怎么样 他才能够心口合一呢 嗯 要先去了解 心口不合一 会为我们带来 多大的灾难 解完以后 知道这其实那么可怕 哦 哦 那千万不能这么干 哦 没错 自己的这个认知 设定 再赶快做一个调整 那有可能 翻回一层 嗯 或者就在这里面的恶性循环里 永无出奇 对 别人都已经真的 飞黄腾达了 自己可能还是哭哈哈 还在每天的 冷嘲热讽的自己 感叹 或者是哭泣 或者是觉得 命运的捉弄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所以这是一个 很简直的问题 但是今天在节目里面 有特别要说 这样子的 不正确的一个设定 它等于是 害人害己 嗯 比如说你在家里面 你就是这样子 你要说 这是我的性格啊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它可能只是原先的 从小的一个设定 嗯 可能都是往悲观方面讲 对 那心中 很渴望着光明 对不对 但是因为讲着讲着 这个被锁得越来越紧 嗯 往负面的发展越来越 可能性越大 所以他可能讲到最后 自己也傻了 可能真的认为自己 就是个苦命的人 嗯 所以就越来越来觉得 啊 好像没有天日啊 嗯 也觉得啊 那些都是有钱人的 啊 他们要享受的日子 对 他们他们都没关系 嗯 所以就 这个生活的劲啊 就越来越走到死胡同 哦 所以要非常小心 真的 当你认知 要小心才能够 给自己扳回一层的时候 全然的看清楚 然后也知道了 那你要 请这样子的 啊 了悟者啊 嗯 来做一样 什么样的改变呢 才会比较可能达到 嗯 如果他没有完全的了悟 啊 你跟他讲 这样不好哦 对 或什么什么哦 他就跟你讲 哎呀 你不要这样说啦 我这辈子又什么什么 一大堆就出来了 嗯 那都是不好的 对 那这些东西 哦 光是就这个例子啦 他就会为人带来灾难 那何况还有那么多主 在心口不合一上面 多多少少 都是让我们扣分 但在当时 你可能有无数的理由 说 哎呀 我不得不啊 什么什么什么啊 嗯 但是后面 你自己带来的都是 他自己所预期的 是反方向的在走 嗯 真的 刚刚老师在说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到 过去 呃 的女性的长辈呢 很喜欢说 啊 我就是 拍名 我就是劳碌命啊 好 女性呢 就是油麻菜子命啊 哦 所以 呃 整个的 那个世代 当然 社会价值观 可能有一些影响啦 那但是自己一直不断反复这样说 当特别是说 哦 我是劳碌命 你就发现这个人真的不管他 即使已经进入到可以一样天年的时间了 他还是一样劳碌个不停 还是劳碌 是真的是在害自己 但是 还有很多的理论 说你看 我讲的没错吧 对 什么什么什么 哦 对不对 对不对 非常非常小心 真的 所以刚刚老师也说 就是一个设定哦 就是 你的设定 初始是什么样子 人生可能就按照你的设定在发展 所以 我们说呢 在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当中 有很多人 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是不是这个最初的设定 他们也 呃 有一些的调整 所以 导致后面有一些改变呢 其实这个 是一定是这样子 哦 那 不管你在 世间 用什么样的例子来启发自己 对 其实都是这样 嗯 你说你开车 难道你不设定 你要去哪里 然后你就会到吗 不可能 嗯 对 对 那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 就算你做一个劳作好了 嗯哼 你没有一个设定 它怎么会有一个成品呢 对 对 那我们要过好日子 或者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盘算 我们不设定 那我们怎么会说出那样子的话 哦 然后 知道要朝这方面 一步一步的 越来越前进的 接近我们的目标 嗯 那 如果 一步都不愿意走 而且是反方向的在做 那你说 是不是给自己开个大玩笑 嗯 那这个玩笑开大了 这辈子是 因这个玩笑 而不达 彼岸了 那下辈子再来的话 可能 彼岸 我们的距离更远了 嗯 那会不会因为我们的一些观念设定的不对 不光是害到我们这一世啊 搞不好是深深实实 嗯 如果还真的有啊 灵魂不灭之说 这些的议题啊 都变成我们灵魂里面的一个记忆 嗯 然后这种习惯的一直在做 一直在啊 好像热死不疲的循环着 那是不是让我们真的是 遥无出奇 所以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去想清楚弄明白 嗯 如果有问题 应该赶快的矫正 而不能够让自己好像 还有很多理由 support自己心口不一的这种事实 嗯 真的 好 所以呢 我想这件事情呢 这个议题呢 在今天特别提出来讨论 呃 也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 如果有听到的话呢 我觉得在这个议题上 不管从几岁开始 有意识到了 呃 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改变自己 不管是从心的设定啊 刚刚说心非常重要 从这个心的设定呢 我们就可以去 呃 改变我们的口啊 呃 我们的口 就可以跟心做一个合一 做一个相呼应啊 所以到底是心还是影响口呢 还是口影响心呢 刚刚导师也给大家一个 非常清楚的答案了 就是心的影响性 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如果想要来改变 我们这个人生的设定啊 或者是用一个更正向的方式 我们去学习的话 其实当然会是更好的 那在全世界呢 有成千上万的这个学员呢 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少 不分种族 不分语言啊 都透过在这个系统当中的学习 他们人生当中真的得到改变 而且当中不乏有企业家 你要想到这个企业家 赚了很多钱啊 或者说他们的生意很成功 或者是说他们 在这个议题当中呢 他们透过超级生命密码 在人生的其他的层面得到改变 其实呢 我们当然也就可以跟他们一样 可以得到改变啊 别人做得到 我们当然也可以 当然前提是 我们要对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有一定的认识跟了解 还有学习这个改变呢 才会来因应而生 好 所以在今天呢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心口合一的重要性 最后导师 是不是也给所有的听众朋友 在认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时候 可以有一些提醒 或是给他们的一些建议呢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呢 可能有很多时候 是忘记了还是大意了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 磨灭了一些 我们必须要去正确的做 而还实时未做的一些事实 而这些事实呢 它会影响到我们后来生活 好 际遇的吉凶祸福 那么超级生命密码呢 它是一本生命的工具书 它实时来提醒我们 应该如何在生命中的每一天 都能够做到位 而且呢 没有遗憾 没有悔恨的 勇往直前 来帮助我们 不管是在运势上 还是际遇上 还是各种课题上 都是在一种得势的情况下 欢喜的 快乐的 圆满的 幸福的 成就着 那如果真的如此 那就是社会之福 因为每个人都能够有好的结果 那大家能够有好的结果呢 这社会才会安定 才会和言 才会补 才不会有那么多负面的 比如说 嫉妒别人啊 或者是 怎么样的一个 咒骂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不好的方向 去做可能性的事实的发生 那好的事情越多 对着这个人呢 能够越来越称职的 在生活的每一天 演好自己的角色 那这个幸福的社会就产生了 那如果一个国家 是这么样的幸福 那国家和国家之间 大家都幸福 就会产生 我们前面所讲的共振 那这种共振出来 一加一会大于二的世界了 一加一会大于二的这个事实呢 它会让我们看到 这一切在我们的身边呢 不但自己好 而且一切是这么的美好 如果真的可以如此 然后大家又可以有一个方向 今生不留白的 好好的去落实 那真的就是我们的福气 也是今天全世界 大家都期待 世界大同啊 能够早日实现 那我当然在这边呢 我也希望 借由今天的主题 那么能够 超级生命密码 可不可以让我们改变 能够在 心口合一上 更大的突破 并而 让世界 更加的亮丽光彩 而且心安领格 是这样子 是 好我想呢 很重要大家把这段话听进去 那如果呢 大家想要了解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朋友 也欢迎大家呢 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台北专线 台北电话 0255995439 台北电话 0255995439 或者是呢 也可以来 看这本超级生命密码 在 全台湾呢 也有各地不同时间 也会举办 一起来导读导师的著作 超级生命密码 这本书籍的圆满人生精英会 那因为各地的时间 还有举办的地点 也都不同 所以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直接用电话来做咨询 或者是上网来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 就可以看到官方网站 以及粉丝专页 另外呢 在手机当中 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来下载 超级生命密码 梦想舞台 只要搜寻这几个字 就能看到这个APP 在这个APP当中 有很多导师的访谈 或者是导师创作的歌曲 也都会在上面 而且呢 都是免费的 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如果大家想要再进一步了解 也当然大家 可以直接拨打 台北电话 0255995439 台北电话 0255995439 好 那么今天呢 来跟大家聊聊 这个心口合一的重要性 也再次感谢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精彩的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笑语 谢谢大家 那么最后也来送上 由太阳生的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美丽天堂 再次祝福大家 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六 中午11点到12点钟 福到你家节目再会了 拜拜 拜拜 美味的天堂 世界努力在一起